好 隨著疫情趨緩 原本宣布暫停舉辦的 臺南鹽水風炮 今天臺南市政府召集了 當地主辦的鹽水五廟的廟方 和各局處開會來討論 決議鹽水風炮恢復舉辦 只不過縮小規模 原本為期兩天的炮城遭境 變成了一天 而且只能定點展示 不遭境 取消了主炮城 只有各廟宇的炮城集中來施放 遊客也不能夠進入施放區 只能夠在外圍觀看 炮城開炸 萬發風炮射出 大家包圍炮城感受冲風炮的刺激 台南鹽水風炮海內外文明 每年都會吸引數十萬的遊客朝聖 只是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台南市府1月宣布 2021年暫停舉辦 不過因為目前疫情趨緩 不少人敲碗恢復鹽水風炮 市府因此跟當地主辦的 鹽水五廟廟方協商 決議鹽水風炮如其登場 我們尊重廟方的這個做法 那主要是要把這個防疫做好 那所以還是會送防疫計畫 給市府來審查 雖然恢復舉辦 不過為了防疫還是有誕書 包括取消主炮城 各宮廟等私人炮城 集中在鹽水鍋中釋放 炮城釋放工作人員跟叫班 踩實名制登記進入 一般遊客則不能進 只能在外圍觀看 現場不准涉灘及飲食 等於說這場風炮不能衝 只能遠觀 雖然必定少了刺激感 而遊客也會因此大減 但是防疫至上 這樣的規範維持地方盛世的傳統 能敬重神明並且做好防疫 可以說打到三贏 華視新聞劉涵生 邱軍平周顯雄 台南報導